现在我们要介绍如何使用Max新推出的Rainbow把你的MaxTouch输出成网页 变成网页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很容易用一个网址把你写的声音传给别人听听看 那它的声音还原几乎是跟在MaxTouch里听到的就是一模一样 官方这里呢有一个Rainbow的一个资料页面 你可以看到它解释了怎么把MaxTouch输出为网页 那它这里也有介绍说它有给你一个模板 你可以用模板去输出就一个简易的界面 当然可以透过这些方式例如修改前端语法去优化你的页面 那像很有名的Albertton自己出的LearnSense这个网页 它就有很多做的比较美轮美奂的工具 让你有虚拟合成器在网页上可以演奏 那我们今天要demo的就是如何写一个合成器利用Rainbow输出为网页 然后会用到什么工具 大家可以简单的快速的先有一个全貌的了解 那可以再依照自己的需求去深化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它介绍怎么使用这个网页的template 首先是你必须打开这个Repository 这个Repository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说 啊它跟你讲说你可以先下载 然后要安装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先下载吧 下载下来之后 把它放在这个Rainbow demo的这个资料夹 好资料夹打开之后 我们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就有一大堆东西嘛 那我们再来要做什么呢 下一步是 去下载Node.js 那大家就依照自己的电脑系统来下载 下载好之后 解压缩并安装 那安装完之后呢 你可以利用终端机的应用程式来检查 自己是不是安装成功跟确认现在的版本 我自己这台电脑都是用iturn 那你也可以用terminal 你开启终端机之后打Node.v 就可以看到你现在的版本 好那如果Node.js安装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回来看一下他要我们做什么 首先他跟你说你需要NPM跟Node嘛 那你都下载好了 那你的fire structure 你可以看到你解压缩之后 你有export,image,js,style跟一个主要的页面 这个页面甚至你打开就已经可以看到他大概长什么样子 好那我们再往下 怎么使用这个template呢 那他这边也跟你讲了 你下载了嘛 然后再来就是开启一个mix patch 那开启一个mix patch之后 你可以进到Rainbow去看看可以怎么输出 你在这里打Rainbow之后 它会跳出一个新的编辑用的patcher 这边就会出现show export sidebar 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可以输出C++ web还有很多其他的格式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输出网页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 第一步我们想要它是一台合成器 那这个合成器我们想要它有四种波形 我首先这里用一个selector 后面写for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有四种波形 那我再来就宣告mix里面最常见的几种波形 cycle 方波 rectangle 锯齿波 soul show tools 然后一个纯噪音 noise 好那我们这样子有了之后 有这些波形把它跟selector接上 然后我们再来创造往下需要的东西 我们创造一个 乘 加上delta 加上一个浮点数 当placeholder 我们把它接过来 所以这个可以想成是 之后可以控制音量 好那我们再往下 我想要有一个filter 在max里面最常看到的也是这个 两pole的一个filter 好 然后 这边写out 完 这个是rainbow里面的写法 有了它之后 你接上去 你看到你刚才开的rainbow 下面就会多一个点点 那我们上面还需要什么呢 你在selector前面 给它一个加1 然后 有了这个加1 你再往上 我们要开始宣告变数 在rainbow里面 所有的param都会用这个param开头 那我现在就宣告说 我想要有一个waveform 好那 这就是我的一个parameter 我有waveform 我想把它直接接过来 所以我等一下会用它来选择 那我的选项 可以直接打在后面 用一个小老鼠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会给你一些提示 这个enum可以创造一个list 那我就开始打它的名字了 sandwave soul square noise 然后我让它的预设值是1 好 这样子我就有了一个 一个参数叫做waveform 那再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 让你可以透过音符去演奏 那我们通常在rainbow里面 最常见是创造一个note in 有了note in之后 你进来的东西就直接会是音符格式 我们在用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ntof midit frequency的一个物件 我们就可以把它对应到不同的boss型之上 好 那 因为噪音没有办法有音高 所以它就没办法吃 所以就这三个 好 那再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再来给filter也一些参数好了 我们一样宣告这个pran 我们叫它filter 然后我这边一开始给它一个value 它是一个placeholder 然后我宣告最小值100 就这个filter的cut off最少到100 最大我让它到1000好了 或1200 好 这样我就有一个filter 然后我再创造一个物件 是filter的这个 它的类似一个cut off的东西 你就可以让它有q值 q值是那个节评点的时候 它会不会啾起来 就是会往上凸 好 我们有这个 把这个值都对应上来 让它们脸得漂亮一点 好 这样子 是不是比较漂亮 OK 那我们这边旁边在一个param q 然后我们预设是1 minimum通常是0 max到给它10好了 很好 那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filter 好那我们有了这个patch之后 我们这个是 这个Rambo其实是一个subpatch嘛 那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我们叫它since 好它在这里现在就是一个非常 我这边打错了 它其实得加title 然后后面才是它的这个window name 好你看这里就改了它叫since 好那我可以开始做选择 比如说我选这个wave phone 它就会跳出一个选单 你在这里按右键就可以去选 你要控制的东西 那这个选单下 你就有since so square noise 可以选 那这个选完之后 其实就会控制selector 让哪一个讯号过 那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控制里面的参数 我现在 这里我做一个宣告 我打game 前号1 然后我创造一个dale 我从上面选好了 我让它是0到1 所以我过来这边 把它改成 0到1 floatoutput 好 它这样子就会是0到1了 然后我把它接过来 但我现在这里其实没有一个叫game的参数嘛 所以我会需要回来这边打paren 这里增加一个叫game 预设是0的一个参数 那我一样就真的跟它说minimum是0 max11 然后我要控制的自然就是这个了 可是我为了让它平滑一点 我在里面用line做一个100毫秒的数值的滑动 好 这样子其实这个patch初步就完成了 剩下你要听到的话 其实都可以用一般的方式去听 就是用duck 那我再来还可以增加一个键盘 我们创造一个小键盘 然后这个小键盘呢 我们让它变成MIDI Format 用pack的话是把patch跟力度合并 然后直接变成MIDI Format 变成MIDI Format后 接进来Rambo 这里有讲你看它是MIDI Inlet 接上去 它会自己对应到Node In 我们来弹弹看 先回到Sunwave GAN打开 换波形 你看我们现在就可以换波形 然后这个SOUL 那GAN拉掉之后呢 其实就不会有声音 那我们这样其实就是用Rambo 写了一个简单的合成器 然后你可以换波形 同时我们宣告了 可以控制GAN 可以选波形 有MIDI Note 进应的选项 同时还有Filter 我们这边没有宣告 我们等一下上传到网页之后 可以再来看看 怎么使用这些参数 可以发出声音后 我们下一步就是重头戏 要把它上传到网页 我们就进到这个Rambo Patch 其实它现在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我们按这个输出选单 然后你有很多Export Target可以选嘛 我们就选Web Export 这边有很多可以选的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有什么 第一个是选择输出的位置 输出的位置其实你没得选 就是要输在Export这边 好那我们就选这边 Open File Name File Name这里 其实是会照你帮它宣告的名字 去做输出 我们先试试看不要改 好那我们这边都有了之后 就暂时其他好像都不用选 因为我们没有使用到Sample 然后也不是一个Polyphonic的合成器 好这个是输出后可以打开你的输出位置 可是这可以勾 好我们就等它输出 等它输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这个资料夹会出现其他的东西 那输出好之后我们可以先在本地做测试 在本地测试的话 我们会需要用NPM Run一个伺服器 所以我们要回来刚才的ITERN 好那我们在ITERN这里 我们先进到这个存放这整个网页的资料夹 那进来之后 我们下一步 可以来看一下它这里有跟你讲该怎么做 所以你会需要跑一个指令 是这个 NPX HTTP Server 我们来试试看 请注意一下我们这里已经输出好了 就是你看有这个license 一个json 还有这个json file 好我们就跑 好跑了之后它就给你网址 然后说available are这几个网址 好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操作 好 所以这样子不行 那这样不行的话 我们想一下可能的原因 所以可能就是不能让它自己改名字 那我们把它改回来吧 我们把它改回来 再输出一次 用它这个范例的名字 那我们先回来把 里面的东西删掉 好先删掉 再输出一次 然后我们把这个terminal先关掉再来一次 那我们等它输出好之后再来上传看看 它这个其实 不是说它自己改名字不行 只是你要怎么呼叫它 那因为这是一个template template里面应该有一个app.js 已经先预先指定了 它就是会吃哪一个json档案 所以把它改成跟范例的教学一样的 比较不会出问题 好那我们再run一次server 好run好server之后 我们就再来复制这个网址 看一下有能不能跑出来 好你看现在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我把声音拉到 大家现在影片听得到的输出 请注意这个现在没有game 我把game拉出来 然后我弹 你就可以在网页上听到 你刚才做的这个合成器的声音了 那我这里有一点点问题 让我来改一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里没有宣告它的type 我需要我先把它打type0看看 好那这里是我的filter 应该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我要把这个patch存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就叫它rembo 先存起来 这里有加了type0之后 我把它再一次输出嘛 输出之后我应该就可以去我的网页上看到 新增的这个filter的效果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 但是你可能要先把cookie清空 它才会更新成新的页面 好那我们一样要在 好那我们一样要在 i turn这边 你先terminate这个虚拟伺服器 然后再run一次 好那我们就 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我先拉到最后一个波形 它是一个纯噪音嘛 这样是不是就有很熟悉的一个 白噪音的filter的感觉 那我们也可以换成其他波形 好那这样子写完之后 其实你在网页上你就有一个 虽然小但五脏俱全的合成器 当然你现在是跑在自己本地的虚拟伺服器上 可是你其实只要把它上传到 自己的Github Repo 它就可以成为一个 可以分享的网址 例如我已经有传到自己的Repo 我把它命名叫 My First Rainbow Webpage 所以以上这个网页来说 我就可以听到刚才这个合成器 那我这里有一个功能是可以直接打 Frequency 那你也可以换波形呢 这个是一个你要是有网址就可以打开的一个测试页面 如果大家想要让前端变得更好看 那你就是用前端的逻辑去找到每一个function的名字 去把它跟前端做绑定 其他的可能性就给大家自己去发掘 好看